來,這兩隻掛病號的魚齁,我來看一下 我用那個什麼,童藥去幫牠 那個什麼,治療五天之後 還包括這隻,這隻的菜灰 這隻的菜灰也差不多好了 好,所以我感覺大概 後來就可以出關了 你看,很有活力的喔 所以白龍學這個隔離缸已經成功了 裡面還有培菌槽 平常就要養一些海水,而且水的話就是用舊的水下來 這之前有一個同學的老人幫我教的 這個概念不錯,分享給大家 你看,如果魚要隔離,你就是用舊的海水 換下去,以後過去就沒有對水的問題 真的溫度過好了 你知道嗎?聰明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 是第四天啊 我教你,如果要不要再拔起來 把後來就是要換 這個水上來,慢慢換 換到全部都是上面的水之後 把一點煤造出來,過就好了 讚喔 謝謝大家收看 再見